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曼 歡迎來到ManDive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十點多 突然覺得肚子有點餓 感覺需要來點宵夜什麼的 來填飽了肚子 於是我剛才上網Google了一下 彰化好吃的宵夜有哪些 剛好搜尋到一家 Google平價4.4顆星的 彰化宵夜礦肉飯的推薦 這間店名叫做 阿勝礦肉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這家是排隊誇張 宵夜必推的礦肉飯 礦肉飯 絞筋飯 茶碗蒸 是他們的招牌 據說還沒開門 外面就已經滿滿的 夜貓子 人潮在排隊 他們營業時間是晚上11點開門 所以這個時間剛剛好 我們等一下就出門去吃宵夜囉 GoGo 哈囉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到了阿正礦樓飯 阿正礦樓飯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11點 阿現在還沒開門 在我後方 已經一堆人在排隊了 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要走過去排隊囉 Go 開燈了 開燈了 開始擺位囉 這是內用的環境 阿正礦樓飯 哈囉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已經點完餐點了 那剛才在點餐點的時候 阿 因為只有一個老闆在點餐 大家拍這個位都會非常的有秩序 老闆會第一的幫每位客人做好他的餐點 送到你的手中 如果你是外帶的話 就要在旁邊等 外帶區等待的 那如果你是內用的話 老闆會直接拿到你的手中 那你直接拿進來 找位置做就OK了 他叫阿正蜂肉絞筋飯 所以代表的 蜂肉跟絞筋飯是必點的 之後我看到幾樣小菜 我覺得非常好吃 所以我就點了一份高麗菜跟一個豆子 然後還有兩碗的茶碗蒸湯 非常特別的湯 第一次喝到的湯是茶碗蒸 那我們現在開始吃囉 他這家的烹肉飯看起來顏色比較深 但實際上他吃起來不會很鹹 是蠻淡淡的味道 然後肉給的很大方 皮的部分也很Q彈 重點是他吃起來不會很膩 但是我覺得這一塊煮的還好 我女朋友這一塊煮的比較漂亮 一口 他的茶碗蒸也很厲害 裡面非常的多料 喝起來非常的清 我光肉飯吃完 我們再來吃小筋飯 這邊補充一下 他的營業時間是 晚上的11點到早上的4點 注意一下喔 那他的地址是在彰化寺 永途街35號 吃完了 哈囉各位觀眾 我現在來吃絞筋飯 服務上非常多人推薦絞筋飯 所以我今天點了這碗絞筋飯來吃看看 不然我這個是不吃絞筋飯 可是吃是空肉飯太多 然後他的絞筋是帶有一點 丸服的絞筋 吃起來沒有絞筋的味道 然後他的口感吃起來是QQ的 非常有絞筋 而且也非常殺怪 在這邊只有兩個小塊 哈囉各位 我們吃完了 非常好吃 準備結帳 那我們等一下外面說囉 好 哈囉各位觀眾 那我們現在吃完了 宵夜 那他其實不是宵夜 其實是我們的晚餐啦 好那 就是如果你到了半夜 然後突然出的時候 你不知道要吃什麼的話 彰化阿順 這一間非常適合你來吃宵夜喔 而且他裡面有很多小菜都可以點 然後還有不只礦肉飯 其他一些小吃也都有 今天就來吃這間礦肉飯 體驗給你們看 那差不多就分享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你的朋友 記得按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 有訂閱的朋友跟分享 大家開心喜歡喔 我是阿滿 我們下次見 掰 不要再給予你 看 來這邊 然後再給予你 5回去 2 1 2 6 7